就在情人节的这一天传出这样家暴的恶行 这是戏指有个男子 昨天呢在大卖场对妻子动出 他是用狗链拴住了妻子的脖子 拖在路上 手段非常的夸张 旁边民众都看不下去了 连忙上前劝阻 但反遭男子的反向 民众气不过 就用手机把这段画面拍下来 PO到脸书上 夸张了 女子惨叫救命 民众手机直击到他被丈夫狠狠施暴 民众看不下去 就算警察已经到场 男子照样嚣张呛瞎 什么叫啰嗦 你该不能打来女人你知道吗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就这样子 然后要进去又给他拖这样子 就一直拖 那最后是用狗链 这样拴着他你知道吗 整个嘴唇肿的跟那个香肠嘴 然后流血 头发我不知道怎么 有没有内 我想有内伤我在想 雷小姐就是热心劝阻的目击者 她看见女子被打得满脸 势伤 头发被扯掉 一大搓 用头发这样扒 整个搓头发都掉下来 多用力啊 因为那懒得很壮 我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 我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这么不懂得爱人 男子粗暴 欧妻却一度没人 赶上前去 根据警方了解这对夫妻准备带狗出去玩到卖场买东西 发生口角 妻子目前暂时不提告也没申请家暴保护令 但警方还是通报家暴中心介入 影片直击男子欧妻可恶行径 令人罚指 新闻新闻 薛守华戴秋荣 新北市报道